大家好,我是章杰伟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我的影片 支持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 我的专业是小提琴 我也收藏小提琴 我的工作室也卖乐器 今天有很多人会碰到一个问题 买琴的时候有没有证书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今天买小提琴 买弦乐器 我们需要证书 其实这个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未来要卖 因为在卖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复杂的认知问题 而透过证书 会让彼此都得到保障 那什么样的乐器需要证书 是不是所有的乐器都需要证书呢 其实不是的 那到达一个金额以上的乐器 它就必须要有证书 那我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会有两件事情 不会很直接的说 因为我讲的可能会影响到太多人 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 到达一个金额以上的乐器 它应该是要有证书的 至于这个金额多少 我不能在这边直接的说 因为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 理由是我刚刚讲的 那再来就是每个人定义会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通常 比较会有问题的 不会是当代的小理性 因为当代的小理性 它即便到一个价格 它相较来说 对我们来说 当代的小理性是比较便宜的 那当代的小理性 因为作者都还在 当代的意思就是 你打电话 写email 敲门 可以找到人 叫做当代 当代的乐器通常 作者他自己会开出来 所以这个比较不会有 大家对于证书 的内容 真假 或者需不需要有证书 这个大家比较不会去 找得太厉害 比较会有问题的是 那些非当代 并且有到达一定价格的乐器 那所谓的非当代 就是近代 或者是更早以前 它都是我现在所表达 中文表达的非当代 那因为作者不在了 今天在买东西的人 跟卖东西的人 要去证明跟确认 是不是这个作者 那就必须要证书 那我在这边提醒大家 我刚刚讲的买乐器 其实需要证书的 琴跟功 它其实是分开的 琴有专业的领域的人 功有专业的领域的人 琴有说服力的证书 功也有说服力的证书 他们是分开的 所以到达一个 金额以上的功跟琴 他们的证书是 应该是要分开开的 那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接着大家一定会问 那是谁的证书有用呢 这就是第二个 我不会在这边公开讲的 我也不想要制度性 帮他们行销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所有的有经验的情商 或者是买卖交易的人 包括是我很早之前 就收集的人 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世界上 哪一个时代 的哪些人 他们的证书 是可以在国际上流通 重点 国际上流通的 这些才有用 所谓的国际上流通 就是说今天你拿了这把乐器 或是这个功 再加上这个证书 不管你走到哪个国家 你跟可以买卖的这些情商 在跟他们做交易的时候 他们都会点头说 OK 我相信 这叫做可以在国际上流通的证书 我可以告诉大家 非常多非常多的情商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提供他们自己的证书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没有用 我现在 我不想这么直接的说 但是 你们可以拿着那个证书 去问别间店 你也不用到国际上好了 你就到台湾别间店去问说 这间店说这个是这个作者 OK 你还不要跟我买 你就知道了 因为我 我过去 过去来说 过去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父亲有被一个情商骗过 那个情商是 算是我的学长了 那 其实我跟他 我必须要讲 无论是他或是哪个情商 说自己多懂多懂 那你叫他开出一张证书 是拿到别的地方 别间店 或是国际上 别人说OK的 那如果是别人都OK 这个人开出来的证书就很有用 但是今天 我们容易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其实会拿着一张 自己认为OK的证书 然后再一模一样的东西 抄一遍 所以 严格说 那个叫做购买证明 那并不叫做证书 所谓的证书就是 除非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去鉴定出来 没有别张 那当然 我刚刚讲的 我曾经 应该不是我 是我的家人被骗的这个情商 他曾经也跟我讲 有些情商 也会做一些事情 手上有一张有利的证书 然后 自己再写一模一样 然后再把有利的证书弄掉 然后去promote自己 当然这样做 要如果能够真的promote自己的话 他必须还是要有一定的实力 但是我现在讲这个重点就是说 你们在拿证书的时候 真的就只要去认一个 国际上可以流通的那样子的证书就够了 那 至于谁 哪一张 这个你要找 可以信任的人购买 他们应该就是会告诉你真正的状况 那证书上面写些什么东西 其实他最重要的 就是在写他是不是这个作者 因为有的时候 非常精准的这些专家 他们可以把这个乐器的哪一部分 是哪个作者写得很清楚 包括弓也是 弓可能会写 这一个公感是original这个作家的 但是他的哪个地方不是 或者是情 他疑似是他的 或者是他的工作室 或者是他的家族 或者是他本人 其实他们这个证书内容上面 可以写得非常的精细 主要是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有价值 其他次要的就是这个情的比例 长度 这些等等的数据 来证明是这个东西 那早期有一些 很多的证书 他是没有照片的 那 这些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现在大部分的证书是 是有照片的 所以 主要的内容其实是 我刚刚讲的那些部分 那 大家记得啦 我觉得 证书 有人就是会 就会再问下一个问题 那证书要有几张 通常因为证书是需要高额的费用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到了一个金额以上的乐器 大家才会需要 或者是会愿意花钱去弄证书 那你太便宜的东西 其实那些专家也不鉴定 因为那个不在他们想要研究的领域当中 所以记得 你们 购买乐器的时候 你要去判断证书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些方向 那通常会出问题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曾经发生过 我的家里发生过 买乐器被骗的事情 通常这种时候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出来呢 就是在 我们要再去开证书的时候 那今天 大家会问说 那是不是这把乐器 开得出 这个A 说这把乐器是真的 是这个人 那就代表 B C D 也都会说是呢 理论上如果是 真的东西 应该是这样 但今天如果你手上的乐器 你曾经拿过一个 A 那你认为那张证书很OK 可是今天 BCDEFG 全部都跟你说 No 那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这个还有其他的 很多细节 我今天在这个影片 只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 我们这么在意 买乐器要有一个证书 然后你要注意的哪些事情 我希望我的影片 还是可以给大家一点帮助 我知道我的影片 有非常多人看 所以 有些东西 我可以很直接 在这边跟大家讲 刚刚有两件事情 我就没办法讲得这么的直接 因为我不想去影响到太多人 还有增加太多太多的争议事件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有任何小瓶琴 跟音乐相关问题 欢迎大家 透过我的社群 甚至是到我的地方来找我 跟我聊都可以 谢谢大家